如果你想要成為人生的主人 你務必要先成為自己的主人 每個人都想要成功 無論你對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是財富成功、感情的成功 還是任何的成功都好 在今天這個影片裡 我想要跟你分享我觀察到的一個關鍵 在阻擋你達到成功 甚至摧毀你的人生 而這個關鍵呢 是無規律 很多人都想像不到 在你的事業、人生中的不規律 會嚴重的影響你長期的企劃 金錢甚至是未來的快樂 畢竟未來是建造在今天 在今天這個影片裡 我會先跟你分享我觀察到的兩個常見問題 到最後呢 我會跟你分享 怎麼做讓自己少犯這些錯誤 哈囉各位Yellow大家好 我是Yellow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個頻道是專門講提等退休、投資理財 還有個人成長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和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OK 首先呢 我先講到第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一天過度努力 十天想著要努力 我相信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常常遇到 某天心血來吵呢 就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拿出來做 做到忘記喝水 忘記吃飯 忘記時間 一想到的時候呢 就已經半夜了 結果對自己做事 忘我的態度非常的自豪 認為自己真的好厲害 竟然做事做到忘記時間 畢竟我們常常聽到世界上很多厲害的人 都是做事投入的程度也非常的誇張 但是有一點區別成功人士 和非成功人士的關鍵就是呢 成功的人不只做一天 非成功的人偶爾選擇一天來做 你可以陷入非常專心的狀態 但持續的讓自己專心在想做的事上 可能對你來說非常的稀有 一天過度的努力 接下來十天想著要讓自己重新找回那個專注力 但這十天呢 你只是在想著 什麼都沒有在做 舉例來說 過年後的一天 健身房都是滿到爆出來的畫面 很多的人都在這個時候下定決心 新的一年要開始改變 要開始建立運動的習慣 再健身的第一天 非常的努力Push自己 結果到了第二天開始 身體肌肉酸痛就想說 給自己休息一兩天好了 結果這個休息呢 就變成了好幾天 雖然你這幾天沒有去運動 但還是想著 過了一兩天你一定會去的 過了一陣子 你都已經忘記要去運動了 但又過了一陣子 你又重新下定決心去健身房開始運動 結果又犯下一樣的錯誤 這樣不斷的循環 直到你告訴自己 好吧 該取消我的健身會員了 這個循環不只在運動而已 其實在我們生活中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例如說戒菸 減肥 讀書等等 OK在進入第二個錯誤之前呢 在累積資產也是無法一年子存錢一次 花費所有的精力去規劃 但是過了幾個月呢 還是發現自己並未累積到任何的錢財 連錢跑到哪裡呢 你都不知道了 擁有一個規律的投資企劃 可以讓你按部就班的存到錢 把存錢這件事呢 像是呼吸一樣的自然 參考我的美股被動時投資課程 教你打造出一個投資企劃 建造穩定被動收入 比別人提早10-30年退休 連結在這個影片下方 那第二個常見的問題就是呢 等動力的到來 如果你是本頻道的長期Yeller 你就知道 我不相信靠動力來讓你去做事 因為說實話 一年365天內 到底有幾天是真的有動力的呢 應該很少吧 像是我自己 我是幫自己工作的 如果我真的要等動力來的話呢 我可能就餓死了 動力真的很不可靠 就像是剛剛舉的例子一樣 來了一天 下次再遇到他可能就是幾個月後了 OK 我們講了兩個常見的錯誤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來讓自己少犯這些錯誤呢 實話是 這不是一兩句話 或是在一個影片的時間 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我可以給你舉些例子 讓你每天在做事的時候 或是想著要不要做某件事的時候 這些例子可以陪伴你做出決定 而不是看完本影片 就可以180度的改變你的生活 第一是 你要知道 很多的事都要慢慢來 每個人都想要有成功的事業 好的身材 好的夥伴 賺到很多錢 投資很厲害 想要擁有這些並沒有錯 但是你要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的事都是要慢慢來的 如果我們有即時的心態 很有可能會讓你得到反效果 例如說我們要種一棵樹 有些種子呢 你知道嗎 需要好幾個禮拜才會發芽 發芽後到成熟的時間 又是十幾年的時間 如果你很急一直把樹往上拉 想把它拉高一點 結果呢 就把它連根的拔起來了 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巴菲特被大家認為是股神 但他其實每年平均的獲利只有約22% 世界上有一大堆人可以透過投資 每年獲利超過22% 但巴菲特的資產淨值高達845億美元 其實其中呢 842億美元呢 是他在60歲以後才累積到的 很驚人的數字 但是他是利用時間的福利 每年不求多 只要穩定的22% 長期下就可以做到 把同樣的原理 套用在我們生活中的各個領域裡 每一天你做一點點的事 可能在一年之內呢 感覺不到任何的變化 但長期下是有的 我們常常高估自己在一年內能夠做到的事 而低估了10年能夠做到的事 例如在寫這個影片的稿子 在2015年時 可能需要花我一個禮拜的時間才能夠寫出來 但現在呢 最多只要花我三個多小時的時間就能夠完成 一點一滴的累積 當你發現自己的變化的時候呢 你就已經是不一樣的一個人 第二 不要期待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剛開始運動的朋友 不要期待你會在短時間內愛上運動的習慣 如果你是上班族 不要期待每一天都會有非常滿足的工作 如果你替自己工作 不要期待你每天都會想要去工作 我們被媒體影響覺得說 如果是對的事 你只會忘我 會每天都開心 現在沒有每天自律呢 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熱愛的事 但這不是事實 無論你多愛一件事 如果要天天要你做的話 而且如果它還是你的工作的時候 無法要求每天都是好的 舉例來說 我的工作每天都需要盯著螢幕看 基本上我都是在家工作 外行人可能一聽就覺得好羨慕 哇 你可以在家工作 如果我每天在家工作 我就不會怨天尤人了 每天都熱愛我的生活 我不會說我的工作很辛苦 因為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工作都很辛苦 我的工作相較起來的確輕鬆很多 但我還是會有憂鬱 心情低落 提不起勁 不想工作的時候 而且每天在家工作 很容易被天氣被環境影響 但是還是要逼迫自己繼續下去 即使當天抬不起勁 也要逼迫自己做一點點 動力不是等待它就會到來 我喜歡建造自己的動力 當你躺在床上等待動力 它可能永遠都不會到來 但當你起身去做該做的事 體力好就多做一點 體力差就少做一點 漸漸的你就會看到自己的成果 而那個成果就是你建造出的動力 會驅動你繼續的執行下去 還記得我們剛剛舉的巴菲特例子嗎 你的行動力也會隨著時間復利 不要太高估自己在短時間內能做的 也不要太低估自己長時間內能做到的 當你發現自己的變化的時候 你已經是不一樣的人了 OK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記得跟我分享讓你每天都堅持的方法 想要學習透過投資10到30年退休 教學連結了在這個影片下方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到每週二週四晚上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話 可以點左邊這邊去看喔 然後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